歡迎收看 大嫂來了 整形風潮變成夫妻黨的最愛啦 你剛剛認識我們顧結顧大美女的種 你就知道她是整形皇后嗎 摸了後才知道 好可愛喔 我想問一下 她的妹妹是整形的嗎 整形都整形 好好喔 好Q喔 QQ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還在低肚子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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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大家好 身毛 大家好 小孩子的音 在旁邊這次 大家好 我是永恩思妍 有精神啊 老公 你最近 怎樣 笑起來好像有笑聞 你想不想去打個肉毒感军是嗎 不要 我上次不是去弄 弄到臉都不會動啦 不要 這樣喔 你覺得我呢 我是不是要打個什麼 玻尿酸之類的 不要... 外表在我們這個年紀 不是那麼的重要 你們男人每次都這樣講 當一個女人 一樣是馬子帶出去 她一個比較厚 一個比較平 你一定會選擇那個比較平 對不對 那我老了怎麼辦耶 是不是也需要去弄一下 免得我跟那個年輕的不能比 你變性不愛我怎麼辦 喜歡她是不是 年輕 是不是 沒有啊 沒有 Fish 不要... 真的會 她是老的 她不是年輕的 你看她都中 先歡迎客人 歡迎 謝謝 顧潔與長田交往兩年多的時間了 兩位俊男美女 都是整形的愛好者喔 而私底下的冤家 更是親家的他們 對彼此有什麼話要說呢 我們先來聽聽看吧 她會想去交男朋友 然後嫌我錢賺得不夠多 偷吃 就她愛亂花錢啊 愛亂買東西啊 妳看她很像拜經理對不對 可是她會把家裡弄得很乾淨 她會煮飯啊 會洗衣服 然後把地脫得很乾淨 讓我嚇一跳 她幫我的Tiffen 妳幫我的小狗拔屎拔尿啊 我就等她來給我撒嬌 就表示說彈劾了 通常都是她耶 她每次罵罵我 然後就跑來要跟我抱抱啊 就說叫我不要再這麼兇了 其實我滿喜歡她很梗子啊 她很像小孩子一樣喔 她很像小孩子 她每天蹦蹦跳跳的很可愛 而且每天都跳脫衣舞給我看 沒有過 她是我也不要 她沒有講過耶 她不肯講 因為她認為她現在 不是很 沒有像以前的經濟能力那麼好 她不肯講 在一起多久了 問她這要問她 兩年多 甜蜜 羨慕 對... 我們都吵架完黑咻 黑咻完再吵架 每天都這樣 真過癮 你知道為什麼 那為了要黑咻就吵架 對...為了要吵架就黑咻 這樣過癮 你知道嗎 對... 先吵架 滑掉了 真的... 對... 在一起兩年多 對 沒有紮紮實實的兩年多 是 中間有分分合合 哪有 我哪有離開你 偷心的不算 誰... 我來... 我去跟妳說 我善良中妳不信 我信... 我現在信了 那誰偷心呢 你啊 不是 他把妹 你偷心 我真的不算 那不叫偷心 那現在人哪個不劈腿呢 對不對 沒有 我們節目... 算... 冷靜... 算... 算... 我就不劈腿 因為你們有結婚 我們沒結婚啊 那也不能啊 可是你們兩個 有正式在一起 也不能劈腿啊 問題是他每天都跟我吵架 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男人家繼續劈腿啦 你不能這樣啊 我沒有啊 我以免忘了 不應該 OK 我們換個話題 我們今天聊的是 整形 對不對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顧潔是整形皇后 對... 所以我這邊有個小小的問題 長天賞 想請問一下 你剛認識我們顧潔 顧大美女的時候 就知道她是整形皇后嗎 摸了後才知道 我們想問一下 她的媽媽是整形的嗎 好Q喔 不是說整形很厲害 她本來就很大 不過她有個缺點 躺著都沒有 那就是真的 躺著 所以我想要去抽 把胸部的脂肪抽出來 再溶乳 我們先討論誰 討論我們顧大美女好了 好不好 對啊 這些有列出來的 都是你整過程的 對... 好多喔 我現在討論一個 比較奇怪的 手背 手背因為之前有蝴蝶秀 我也有耶 可以嗎 這個可以整理嗎 對啊 我整個腹乳都抽掉了 抽脂啊 對啊 可是如果沒有脂肪是肌肉呢 你錯了 你捏得到的地方 這個通通通是脂肪 這個通通都是 這軟趴趴都要去啦 那我也要去啦 一定要 不要跟我 只是聊到而已 像這種動這種手術 要花多少錢 看你要不要公開囉 什麼意思 公開就比較便宜啊 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說一般人啦 一般人去醫院 對 動個手術要花 10萬 我零月的話 一二十萬啊 一二十萬啊 我零月自己剪好了 整個全身都可以整形嘛 對啊 最貴的部分是哪裡 最花錢的部分 貴喔 臉型雕塑吧 我那時候抽臉花十幾萬 臉型雕塑 對 我後來雙下巴 然後臉有點滾得很醜 對啊 很醜耶 我醜 對 她可以講醜 你自己不能講她醜 當然 那你不會覺得她整形這麼多 很奇怪這樣子 她很贊同 她也很喜歡整啊 所以她自己也很喜歡整 對 她非常喜歡啊 不是 我覺得她的牙齒喔 你親她的時候喔 你反勾的時候 那你假牙就... 不會動啊 不會動 可是裡面是假的 我知道 你哪有親到那裡去 你還可以反勾嗎 你還可以反勾嗎 你也請問我嗎 像我們女孩子整形是很正常 可是你會主動去整形 你怎麼可以接受整形這個東西 我說時候跑了兩次 第一次去諮詢的時候呢 講一講我就跑掉了 第二次呢 人家又call我回去 我講一講呢 要換衣服我又跑掉了 你們講的是什麼你會跑掉 他會問他阿翔 就是約時間 抽紙 要抽這裡 然後打臉或抽 抽哪裡這樣 我是抽這裡抽小婦 因為小婦很難做 這個地方很難減肥 所以你也是為了美觀才去整形 可是你不覺得男生還好嗎 男生有一點點小婦OK的啊 男公有一點小婦看起來 比較有錢的感覺 對... 不... 這個是你們女生 不希望自己的男人跑掉 把它搞醜一點 不...我講真的 我現在是講的 不是怕男人跑掉 如果他太瘦的話 會覺得很擔保 不...我覺得還是要 真的要六塊肌 不管你哪個年紀 像我們這個調久的 他就有腹肌 剛剛跟我比了一下 對啊 很厲害這個... 先來給觀眾看一下 真的有六塊肌嗎 來... 來... 算... 兩個扣一下 這有啦 1 2 3 比較明顯的是 1 2 3 4 5 6比較... 你要搖啊 猛男是要搖的 節目怪怪的 不會 差一點 你幹嘛 你這是... 你這是要畫的的 是紋身還是... 是不是叫線條 你平常會這樣畫嗎 我平常會這樣畫嗎 我平常會我皮膚太白了 所以你已經想好 等一下會秀這個腹肌 對啊 視線已經畫好了 一定要...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太貴的 他會有一段很難色好不好 是... 他喜歡看我跳 每天在家跳嗎 對啊 這樣我省很多錢啊 來...示範看看 現在就跳了喔 我也是女人 給我一點福利嘛 他沒有音樂耶 有... 有... 還在聽不懂 啊 哇 我來了 沒有 妳站著妳不要動啊 我不要動 那你對啊 quis 不可厭 不得太順 我起雞皮疙瘩 不行 不是 妳不要或是巧合 那妳應該會喜歡 我學生的 不要 loan 我講真的 我真的起雞皮疙瘩 真的嗎 女孩可以摸一下嗎 摸一下 好硬喔 加油 不是... 你錄影要那麼硬幹什麼 對不對 做這麼多的手術 你們在這個上面 一共花了多少錢 大概... 如果按照市價應該差不多 價錢是... 對 找對醫生 對 你們覺得現在整型的技術 台灣好 還是韓國好 韓國好 台灣不錯 韓國好 妳講不懂韓語 台灣失敗率很高啊 妳又沒去過韓國 因為是我一天到晚都失敗 她通通都在台灣整個 對 我就是以前 我眼睛鼻子都一直在失敗 妳亂講 真的啊 可是妳現在是成功的啊 還是在台灣治好 台灣弄的啊 可是我痛很多次啊 像我眼睛 我的鼻子 還有我的牙齒 那反正可見在台灣一樣 可以找到好醫生 只要妳要找對人 摔角 從我們開始聊到現在 看得出來他們兩個喔 是屬於那種動作型的情侶 關係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更證明 你們到底是不是一個 真心傷害的情侶 所以我們要玩一個遊戲 叫做真心大考驗 好 所以可以把它打死了嗎 不是...真心大考驗是 夫妻之間到底有多少秘密呢 又要多了解彼此呢 我們馬上來進行默契大考驗吧 唐田送顧潔的第一份禮物是什麼 請作答 5 4 3 2 1 你會太懶了 直接寫忘了 忘了項面 你完了 你回去又要被打了 什麼樣的項面 沒關係 沒關係 這個比較休以待會兒再來 我先請問 是什麼樣的項鍊 它一個包裝很漂亮 可是我把它扔了 為什麼 5千塊 5千塊還便宜啊 她拿Cash給我就好 不要買項鍊 對 妳是比親情義重啊 妳是心意啊 她每天都送一堆妹禮物啊 她是送太多人 所以她忘了送給大家 她送手錶 跑車什麼都送 她送到現在的破產啊 妳不要再講 破產就是剩下送妳 五千塊的項鍊 對啊 她送跑車 送誰跑車 妳不要害我 她有賺錶 送賺錶 妳怎麼這麼壞 難怪妳會把五千塊項鍊丟到 不然啊 這樣比起來實在是 她買跑車給我開 沒有登記我名字 我要來跑車幹嘛 真的 妳不要再害我好不好 本來沒事 OK 好...冷靜... 本來沒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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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話 不好意思 一想越氣 好 別氣... 還有九題喔 慢慢的打 OK 第二題 第一次牽手是在什麼地方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到 我發現長田他只會寫兩個字 那就是忘了 你真淡啊... 那就是忘了 錢貴KTV 長田的答案是忘了 當時是什麼狀況 我沒有 其實我 沒有啦 下一題啦 有 長田汽車的車牌號碼 後四碼是幾碼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時間到 因為他一天到晚在換車 我記不得 她買了 一個說太多車 一個說他根本沒車 那有錯誤的 因為他賣光光了 他跑車都買了 開一個月就賣了 我賣光了 全被你賣光 為了馬子賣光了嗎 沒有 因為顧潔就是整容太多了 沒有... 我沒有畫到他的錢整形喔 對 這是用自己的 對 那你的錢賣到哪裡去 買房地產啊 去紐西山的房地產 跟那個沒關係好不好 對 真的嗎 真的 人家說跟那個沒有關係 那個是前面的 到我認識他 他都亂花錢了 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對啊 我認識他 已經都沒了回來台灣 還是賣法子嘛 對啊 所以他常常罵我啊 你看 第三題 繼續沒有答對 對 我們看第四題 兩人正式交往是民國幾年 幾月幾日 請作答 五 四 三 二 一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三月 那他們兩個基本上 這一題是對的 OK 好 對一題 好難得 四題對一題 請繼續維持下 好 第五題 第一次固結 做給長天吃的是什麼菜 五 四 三 二 一 顯示答案 滷豆干海帶 長天的答案是忘了 我很懷疑長天 是不是只會寫忘了這兩個字 對啊 因為他還在煮東西 可是我真的忘了 第一次他煮什麼給我吃 不是 長天 我真的感覺喔 顧潔從錄影開始 一直打你 是對的 對 那是欠打 什麼都忘了 什麼態度 整個主持人都這麼久 對不對 什麼都忘了 所有劈腿是應該的 忘了也就承認也就算了 那我請問長天 有 你在什麼情況下 煮第一次菜給顧潔吃 你為什麼要煮菜給她吃 顧潔煮給她吃 顧潔煮給她吃 是顧潔喔 對 他煮給我吃 是什麼情形 因為那時候我發願吃素 我吃了一年半 然後他住六樓 我住八樓 然後我煮飯 因為我很怕一個人吃飯 我就叫他順便過來吃 這樣子 其實順便而已 他還帶一個兒子很可憐 你有帶一個兒子 對啊 所以你曾經離過婚 對 我們就跟野狗一樣亂吃東西啊 不是 你們要這樣子看不起自己 我跟你講 人都有過去 而且這個不是自願的嘛 對不對 這是緣分的問題 對不對 其實你們的相處之道滿可愛的 沒有 我是在想到 你們這樣子 譬如說我這樣請教一下 你們這種相處之道 你們跟一票朋友出去 大家看到你們這種 那種模式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沒有朋友 我朋友的電話都被刪掉了 為什麼 不管男的女的 因為都要帶他去把妹啊 當然還是嗎 當然啊 男的女的都要帶他去把妹 然後每個女的每天打電話 都是 說錯話了喔 反正你通通是錯了 反正我的朋友電話都被刪掉了 才三一個而已好不好 很可憐的 現在進行的是什麼 現在進行 進行第六題好了 太輕人了 太輕人了 這個是好 好 第六題 顧潔最愛的內衣品牌是什麼 5 4 3 2 1 時間到了 改一改 不知道 跟意思是一樣 忘了跟不知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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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要說一個 他不是很在意穿什麼內衣的人 他要穿性感的 對 所以他內衣的品牌很多種 對 會噴鼻血的那一種 就跟我講的一樣 其實女人沒有在固定一個 一個品牌的內衣 跟內褲一樣 都會換來換去 哪個品牌現在流行 電視在廣告 哪一個比較實穿 哪一個比較性感 然後比較好搭衣服 亂講 這樣我就知道 你大概喜歡什麼品牌 我喜歡什麼 資深堂 資深堂 妳有這麼化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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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妳打 我知道妳要說的是滑多爾 對不起 對不起 不是 太不熟了 對 換你們來寫好了 我們來考他們 不是 他還是聊我 對 我要說的是那個 什麼耳的 怎麼滑 對 好 接下來 第七題 長田最愛吃的食物是什麼 請作答 5 4 3 2 1 時間到 長田的答案是 長田的答案是 任何東西 不解的答案是 珍奶 珍珠奶 你有沒有覺得 長田很不負責任 對啊 不是 他從頭到尾 他不是忘了 這是不知 不然就是任何東西 不也是 你可不可以 基本上 他就不敢講一個 確定的東西 這個時候我要講一個重點 可能長田不太會去注意 這些東西 對 小細節 還是妳了解我 對不對 對 好不好 這樣講可以好不好 我們家很難吃的那種 冰在冰箱的 我隨便弄給他吃他都吃 什麼都吃 那為什麼這麼不注重吃呢 他以前老婆就離開他 沒有煮飯給他們吃 他跟他兒子就在紐西蘭就 都隨便煮 習慣了 對…他就火鍋 他就把肯德基吃不完的丟進去 真的是辛苦 那是因為他花心 然後自己的婚姻不好好的那個 還敢講 沒有 這個原分 什麼… 所以他是限制報 他遇到我劈腿是限制報 所以他是因為 什麼 所以你劈腿應該的 對 應該的 是 對 李老師 毀飯我 我還有媽媽耶 其實 顧姊 兩次跟四次 沒差 有批評 你都已經有紀錄了 就好像你批評了 對 還是我以前男朋友 錄不下去 沒關係 繼續… 還有什麼 我也想批評 對 繼續 好啦 剛剛講的都會剪掉 放心 好不好 第八題 第一次的性行為 時間的長度有多長 還記得嗎 開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到 哇 哇 另外一個小時跟誰做的 應該四十七了 應該四十七了 沒有 太誇張了吧 真的 這麼久喔 十二頭就一個鐘頭啦 他是這樣分的 他是這樣分的 這樣分我可以 十六個小時 十六個小時 對不對 沒有問題了 第九題 除了顧竭之外 長田最欣賞的女藝人 是哪一位 寫我 四 三 二 一 一 時間到 陳美鳳 我跟他講不能寫我 他直接那個箭頭指我 長田是敵音 是不是 其實長田應該是開玩笑的 是美鳳姐嗎 是美鳳姐嗎 我覺得他很善體人意耶 不是 那 他真的喜歡美鳳姐嗎 最欣賞的 他要我每次錄影 都要像美鳳姐一樣 要露出我的胸部 他說這樣節目的收視率 才會高 這個是感官 看電視人的說法 是 不是喜歡 對不對 但我也是滿喜歡 我們藝人都很喜歡 不喜歡的嘛 對不對 大家都會照顧嗎 我昨天 他還要帶我去買衣服 來上你們節目 他說我這個衣服 我都不夠信任 你看人家多大方 我都要包成這樣 他要帶我去五分嗎 對啊 我們去五分 真的 我以前都穿Chanel的 我認識他都穿五分 你跟藝人走的路不一樣 行不一樣 好不好 OK 好 最後一題 這是動作題喔 真的會打人的嗎 我不曉得你們的狀況 好 來 請來 我們兩個 我們到前面 好 不用怕 五四三二一 一起擺出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的題目就是 長田最愛顧竭 拍照時擺的姿勢 請背對背 一二三 要同時喔 十 九 好不好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八 八 八 差太多了吧 你跟著墊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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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喜歡 她喜歡頭歪歪的 對不對 她可以 因為她長頭髮會 長頭髮的女生都會 她每次都頭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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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妳看 不管妳這樣就這樣啊 她說歪頭歪 可是 可是有時候 妳常常這樣好不好 OK 對 好 我們今天是個默契大考驗 你們真是破紀錄 真的嗎 我們這麼優秀 有獎品嗎 沒有 要拔 要喝很多東西 實體裡面中了一題 那不錯嗎 破我們這個節目 又是以來的 對 人家醉醇啦 其他五、九題完全不一樣 別人都對嗎 別人都對喔 最少的都有中到六題以上 對啊 所以我們是不可能會結婚 不是 這也是 這表示 這不是 這公電視台上面的樣子 好… 不… 冷靜… 好… 靠一下… 這表示什麼 表示你們兩個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默契是慢慢培養的啦 對不對 別因為上這個節目甩掉它 那就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 經過這個單元 我就發現 我們要玩另外一個遊戲了 一定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這是冤家 你知道嗎 互相這個 打來打去 怪來怪去 你們一定有很多習慣 互相看不順眼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 孫鵬迪音評評理 接著我們要進行 孫鵬迪音評評理單元喔 兩位夫妻分別寫下 他們最受不了 另一半的地方 讓主持人 來做公平的審判喔 首先我們看看顧潔最受不了 長天的五件事的第一件事 是什麼事呢 請看 真的嗎 長天 還好耶 怎麼說呢 因為錢都花光了 哪有錢給花 這樣好了 顧潔 然後有這幾年賣 賣掉好幾棟房子耶 沒關係 顧潔你講 你具體的形容一下 舉例 他是怎麼樣亂花錢 他去高雄 隨便看到一支手機回來 就再回來了 然後手機的號碼去續約 又帶一支手機回來 這樣兩支 然後我的手機輾過去 我自己要去買 他又買一支給我 我的手機呢 壞掉要修理 他又買一支給我 我死不克他都在買 他每天的基本行為就是買 那他也是為了你啊 對啊 那手機用試看看 硬不硬自己把它輾過去 才不是 我是因為下車放在這裡 快要掉下去的嘛 你認為長天喜歡亂花錢 對 即使他 他買東西送給你的 你也覺得他是亂花錢 對 都不對 我會自己去買 他那買的都我不喜歡 他買一部跑車給我開 是我討厭的 我就把它開到去撞 我也不是故意了 他就把它賣了 我只是撞到牆壁而已 沒有怎麼樣啊 停車 他說車在那邊 我去看 撞 就在牆上 真的也沒有用得撞 我不見了 妳是在牆上嗎 妳是不小心撞到還是 沒有啊 我就停到 剛好在牆壁上面 這個滿難理解的喔 他錢喔 我叫他給我管他也不肯 為什麼拿去跟別人討厭 所以你也很討厭 會留一手 等一下 製作人 他們到底是不是情侶啊 沒有... 什麼都不對啊 什麼都不是 我太好奇了 我們太快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 長田最受不了固絕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偷人 紅杏出牆 你完蛋 你跟全國觀眾朋友都賺 那個六色 沒有啦 一開始開玩笑的 對不對 這怎麼可能呢 來 請坐... 那怎麼叫紅杏出牆 我們有跟他結婚 你會叫紅杏出牆 這不算嗎 我有跟你結婚嗎 可能 就... 他擔心 好 我是讓他現世報 我問看這邊好了 顧潔受不了長田的第二件 是什麼事呢 叨叨 這叫溝通 這比較叨叨 要跟他講 可是你一件事情講五次 叫溝通而已 因為他會回應啊 所以顧潔覺得長田很叨叨 他每天都重複啊 男人更年期是46歲就來的嗎 他叨叨是生活上的小事還是... 他同樣一件事情 對...他要喊你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過日子 我們不要亂花錢 他每天... 他每天都... 我們個性一定要改 可是他每天都出去跟人家吵架 又亂花錢 五件事的另外一件事 就這一件事啊 剛剛你看他已經吃掉了 碰我買珍珠奶茶 對 珍奶茶 為什麼呢 人家小朋友那麼可以買 我那麼大 還不會被珍奶 會被罵 我們有四個人他都買八杯 不是 你好大方喔 長田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 他錢多嘛 不是愛買就對了 因為大家要吃嘛 總不能自己在那邊吸 很難看耶 你顯示行情 不用顯示到什麼地方 不是 因為有時候不好意思 八杯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你要喝啊 只有四個人 你為什麼要買八杯 對啊 我自己要喝兩杯啊 那我叫你 買個便當給宇山吃都不行 買個便當給我助理吃就罵我 沒有 他那麼胖還助理也胖 那他還覺得你滿重的 為什麼你要吃兩杯 要買八杯咧 他錢多啊 真的 你是不是想到 有可能 有可能別人也想喝兩杯 所以你就買八杯 不過兩杯也就晚一點喝啊 你這麼喜歡喝珍珠奶茶 因為他們會送嘛 你買多一點會送嗎 不然你買一杯也對啦 對... 他走到哪兒之後一定買卡 所以你也是滿節省的 因為你買到一定的量 他就會送嘛 所以你一定要買到一定的量 換句話說這個是這樣子的 你看他也是節儉嘛 對 這樣也是算節儉 沒錯 對 因為他不是節儉的 對 他不是說省錢或不省錢的問題 是他買八杯 人家才會送到現場給他 是這樣子 也不是說買八杯比較便宜 是願意送跟不願意送的問題而已 那我誤會了 那你們不要這樣浪費 賺錢多一點 好 再來看 顧潔送不了長天的 另外一件事是什麼 意識形態的潔癖 什麼意思啊 他就是我們回到家穿的牛仔褲 我們在外面穿的衣服 你不可以坐在他的床上 他認為到處都是細菌的 我們的椅子 客人來坐過 他就把他那個儀套 就要拿去洗了 那如果沒有儀套 就把椅子丟了 對... 真的假的 我們餐廳客人坐過的椅子 搬到回家 他就把他放到餐庫 他也不送人 也不賣掉 他就把他扔著 他也不用 為什麼長天 到處都是細菌 為什麼 他的襪子 穿兩個鐘頭回家就要洗了 真的啊 對啊 每天都 我都要一直不停地洗襪子 內褲啊 要一直... 你這個意識形態的潔癖 是從小就有的習慣嗎 對 他兒子就跟他一模一樣 你又扯到我兒子了 很壞耶 對 我們是比較愛乾淨 真的 沒有 可是我們家的餐桌 六人坐 我找不到一個地方吃飯 五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什麼 不讓我發財 無時不刻在買任務 每期都買嗎 對啊 每一期啊 幾乎 大概 那你一次買多少呢 我想買個兩百 可是我說情不自禁 都買一千 一千塊 一期大概一千塊 一個禮拜幾期 兩期 兩千 兩千 不只喔 四期啊 四期 八千 反正他一個月最少 花兩萬塊買樂透 你... 你真的確定你會種樂透 對 它很幻想一點 你知道嗎 它每天都幻想 你跟他講我有沒有種過嗎 你種那一二十萬叫錢嗎 你...對 你最多種過 第幾獎 其實我跟你講 一個很玄的事情 但是我種過一個 大家都不知道 連他都不知道 那個是一個大獎 那是 他都差一號 每個都差一號 我在想說 神叫我不要去買了 每個都差一號 什麼意思 每個都差後面一號 就是如果是開二十二 他買二十三嗎 這樣子 真的每個都差一號 尾號不一樣 譬如說一一 每個人都有這種經驗 好不好 不是 他六個號碼 都真的差一號跟著後面 他認為買樂透會贏 會賺錢 我請問你 你買了幾年了 超過四年 他還在紐西蘭 就叫人家幫他下注 超過四年 有嗎 有那麼久 你還沒有回來的時候 你不是叫你姐的女兒 幫你下注嗎 大家都那麼久 之前還有別的啊 我們講四年好了 四年 你平均一個月花八千 沒有啦 有時候沒那麼多 不要講八千 六萬 六四 二十四萬 這還算小錢耶 拜託 他光是車子 一賣一換之間 好幾十萬就沒了 你中過最大的獎是幾獎 不要說中多少錢 是幾獎 沒有 很大的啦 中過幾個號碼 五個吧 五號碼 雖然二獎啦 沒有... 才十幾萬而已 三獎... 那二獎是幾個號碼 不是總共六個號碼嗎 五家特別 很爽的 不知道 只要人家賣 不知道要選這個 我都不太清楚這個 這個興趣就不要了解就好 好 接下來 脾氣太壞 脾氣特壞 特壞 不是太壞 是特壞 他以前的手下 為什麼會背叛他 他以前開攝影工作室 有四百個員工 是 八個攝影師底下七個到小八 為什麼背叛你 因為你脾氣太壞 什麼八個攝影師有 一...四十幾個攝影師 你以為到小八 為什麼他們都背叛你 因為他脾氣太壞 他開會都亂罵人 他開會都亂罵人 他到現在都還亂罵人 既然他脾氣這麼壞 他怎麼可以讓你打假的呢 這你就打他都OK啊 沒有...那就不一樣了 那個男女之間的美感 跟工作上的 是不一樣的 那我要請問你 你在... 對 你說 你在開會的時候 工作上 對員工的態度 是嚴肅的 你聽我講完 我是帶兵潛將 我... 他是古代人 我到目的 我一定要達到目的 這公投我要攻下來 就要攻下來 不論任何損失 我都要攻下這個山頭 我賞一定賞 我用BMW送對不對 我賞一定賞 攻一定要攻 所以那時候 攻了四百多個員工出來 所以我不是廢物 我常罵我是廢物 那時候我帶四百多個員工 在衝 我們這裡面就一個 是我的員工嘛 對 現場有一個攝影師 不是 一個造型師 造型師 大哥我以前看到你的 沒有看到你的人 我是你的員工 對 我說對不起 我沒有把你照顧好 剛剛跟他講過這個東西 對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趕衝 那為什麼要罵人啊 開會是要用講的啊 你有沒有開過會哪知道 不要亂碰我 那個時候真的是 沒有很兇啦 他很尊重我 那是一種態度啦 好 知道了嗎 他不是脾氣壞 OK 好 接下來 再看 長田受不了顧竭的 五件事的另外一件事 是什麼呢 打我罵我 對 我從小會被人家寵到大的 我七個姐姐你知道嗎 你看 七個姐姐 你七個姐姐 家裡只有一個男生 我還有弟弟 是以後才生出來的 是 我小時候不准進廚房 我媽日本人 是 進廚房我就被叫出來 因為男生不能動那種東西 有地位的 因為日本 就囉囉嗦嗦嗦 男生很... 他是一個地位 一個習俗 在日本男生很有地位 要做大事 不是搞這種 那等到我長大才覺得 因為我移民紐西蘭 這種觀念是錯的 我現在捨不得 讓我的女人洗碗 對 我都自己洗 其實我們剛剛 開始錄到現在 顧竭其實對你好像就是 用罵的 用打的對不對 顧竭小姐 大美女 妳很多事情可不可以用講 是因為講不聽啊 對啊 最好用打的 對啊 而且我用講的 他就是我罵的他 我們來錄影之前來吵架 對啊 就既然他說 你用講的他覺得是用罵的 你就乾脆用罵的 那你用唸的他覺得 你再打他 你就乾脆用打的 對啊 我只是大聲一點 因為他在三樓 我在四樓 他們家很大 一個樓層就七十五坪了 可是我覺得男女相處的 你要多給對方一點時間 去適應你的狀況 你不能說他一次講不聽 你就換另外一種態度 對啊 那你這樣罵他 這樣打他他會聽你的話嗎 不會 越打越提好不好 看起來 越打得越像三太子 對 因為他以前的老婆都不愛他 他每天都一定要去跟一堆女生 講話要惹他吃醋 他一直要引起他注意 他現在把這個模式放在我身上 所以他每天就會被打 是這樣子嗎 錯 因為別人忽視你 錯 那是怎麼樣 你自己講的 因為我很疼他 讓他打我罵我 是家暴喔 對 女生為什麼離開他 這樣罵算家暴呢 我也從一些小姐 我們說你離開他就好了 不管男朋友或是老公 是 他怕他離開他 沒人煮飯給他吃 他怕他離開他 這個男生會不好 所以他打你 你離不開他 原因是你怕你離開他以後 他會過不好 對 你這麼偉大 事實上這樣嗎 郭婷姐呢 你這樣不感動嗎 他因為你打他 他... 他怕你... 他離開了沒人照顧 忍辱負重 每天被你扁 出來 他罵我沒有用 什麼都一直罵他打 真的 你看 對啊 對啊 那你呢 你不會感動嗎 他罵我罵很兇 我們差不多在車上就吵架 其實常天剛才講到重點 他是怕你不會照顧自己 對啊 他真的是愛你 其實我可以感覺得到 其實我覺得像男女之間 你們現在不算是夫妻 是男女朋友 跟男女朋友相處 我覺得也不應該用打的 也不應該用罵我 就應該用溝通的 因為這樣會習慣 不會啊 他打到高興就好 你知道嗎 這打到高興 因為你受傷啊 我覺得 不會痛啊 因為他敢我啊 他會不會因為你打他 所以他敢... 他是先敢... 他敢我我才打他 因為以前他... 他的男朋友很有錢 你懂嗎 那我現在比較不能 你懂嗎 比較給他很多 對 所以你因為他不能給你很多 所以你對他的... 沒有...其實我們可以過得很好 都是因為他不懂得要... 他不懂得要... 就是買每一個東西 他沒有辦法知道 那是需要才去買 他只是看到他想要就買 可是事實上 如果說我們現在的 因看不是那麼多 就應該要想要不能買 是需要非常需要才買 他沒有辦法分清分辨這個 可是你不覺得 因為他從小到大的一個環境 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他這一點 或許算是他的缺點 可是對於你來講 我覺得至少他有些東西 是買給你的 你不覺得說他對你是 很真心想付出 能力多與少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有這個心 那你應該就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來教育他說我們錢 不要這樣亂花 而不是用罵用打 因為我講他講不聽 講不聽 因為我講他講不聽 講不聽 那你就... 沒有辦法 其實我剛剛聽了你們的這個狀況 常天也沒有亂花錢 就是要喝珍珠奶茶也沒多少錢 沒有...那是小錢 他現在珍珠奶茶是舉例的 我們家數位相機什麼一堆 不是 我跟你講 以前我有400個員工 你10萬塊給我都不拍 你知道嗎 我現在為了賺幾千塊 我就買東西來拍 對 問題是我們不需要啊 他會就去... 因為要輸出嘛 是 我們可以調顏色你知道嗎 要不要輸出不一樣的顏色 專業的攝影就是這樣 自己可以調顏色 其實像他買這些東西 算是跟他工作有關係 他在工作上就需要 對 可是他出去一趟 CAS他拿兩萬 他光是一個相機就買一萬五 不是因為有時候 他還要搭飛機 搭飛機去高雄是八千塊 他自己還倒貼三千 一整天就做白工 而且我不知道他買這個機器以後 還用不用得到 其實我覺得 以他個人的專業 他應該知道用得到用不到 對不對 他會做這樣的投資其實 他會比較實際 你懂嗎 他就賺兩萬就拿兩萬回來 不是 我要知道 這一萬我的東西 他可以幫我賺回十五萬 這才值得買啊 有時候東西不是這樣賺的 對... 其實他是一種投資 你懂嗎 就是說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好像感受問題 要是我 我講的要是我 有碰到這樣子的男朋友 我反而會心疼耶 對啊 其實我從來沒有看過 從來沒有看過一對情侶 女孩子可以這樣子打他罵他 他還這樣嘿嘿 真的 我反而會心疼 因為我覺得 可能他對理財這一方面的能力 比較弱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要是你 我會在這一方面彌補他 然後盡量幫助他 我不知道 而不是又罵又不打 我不知道 因為講不聽 他每天都跟我說 你我們個性一定要改 可是他在講的同時 他都扣不到 因為基本上 你也沒有很大的耐心 在等他改 而且憑良心講 長天他不是 不是沒有見過什麼 世面的人生 他沒有見過 他很單純 他很屁文 就是啊 所以我如果是你 我會更心疼 那我這樣講好了 不要說他有沒有見過 至少他在感情這條路上面 他有遇過 他沒有辦法去接受的狀況 不是 因為 他有遭受過打擊 因為我們是男生嘛 因為有時候 你做的事情不回頭了 以前我們做過 做事情做錯的時候 回不了頭了 對不對 在感情方面也是這樣子 我現在學到一點就是說 不離不棄 你知道嗎 對 我就中心到底 是 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事情 我覺得 我現在能做到這個事情 這也是花錢買不到的 對 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不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好 我們聊到這個 打我罵我的時候 我覺得重點是 可是我覺得顧姐這一點 真的要改 不要 但是沒關係 我覺得重點出來 重點是他們感情很深 對 就是因為感情很深 如果因為你覺得 用這樣的方式 它才會改進我 然後破壞這一段感情 就太可惜了 如果兩個感情不夠深 那當然分開就算了 那我講一個比較折衷的好嗎 你也照打照罵 但是不要打這邊蛋蛋就好 其實我要再聲明一點 其實你知道嗎 我沒有安全感 我在等著他背叛我 你懂嗎 我現在瞭解 如果對方能更好 我真的會願意 你知道嗎 再怎麼沒錢 他的手機回來 你也趕快要買個手機 其實拿回來給他 他會不爽 又打你 你還是要送你 對啊 然後 然後 對 我覺得很喜歡他的誠實 他不會在後面給我 搞三點進回來 就說沒有啊 沒有啊 我很希望欣賞他這樣子 是 對 可是他 我覺得 都是我不好 OK 這句話就很漂亮 好不好 這句話 男孩子就是要這樣 有這個度量 對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 今天最重要的關鍵時刻 就是真情告白時間 請告白 來 兩位請 我要 站在那邊嗎 對 謝謝 不要硬喔 你們兩個喔 這樣子打打鬧鬧 平常呢開開心心打打鬧鬧 但是我相信你們心裡 一定有一些 心裡的話想要告訴對方 但是呢 卻因為朝夕相處 覺得明天再講 後天再講 今天 我就給你一個小小的平台 讓你們兩個 把自己最內心深處 最想跟對方講的話 講給對方聽 或是愛的叮嚀也可以 好嗎 面對面 請開始 你先說嗎 長提先講 我 我 我覺得 有一天我不在的時候 你要照顧好自己 我不曉得生命會多久 就這樣 我說 你意思說你離開我 不是 還是你死掉 對啊 萬一怎麼樣能很難講啊 你要照顧自己啊 就這樣 就這樣 這最 就是我要講的話 顧潔呢 顧潔呢 顧潔想對常聽說什麼 嗯 希望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他身邊 他不要亂吃東西 把冰箱裡面壞的都還拿出來吃啊 然後果汁亂打一通啊 然後火鍋亂煮一通啊 就這樣 就這樣 兩個好好抱一下 親一下 你應該親了 OK 好 我真的好感動 對啊 所以事實證明啊 這個情侶在一起 不管是情侶夫妻也好 打來打去 他只是一個行為 但真正呢 是內心有沒有在關心對方 如果有關心對方 不管對方做了什麼事情 他都會記得 所以你看他們今天講的重點 不要亂吃東西 如果我不在你身邊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對啊 你把它想成顧潔打你 打是情罵是愛這樣 我覺得這個就是愛情的真諦 所以今天謝謝長田顧潔 來到我們節目裡 也祝你們有情人忠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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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